台中又多了一個觀光景點 坐落在台中清水的敖峰山景觀平台 不但有180度的環繞視野 還能夠將台中海線的美景禁收眼底 台中市清水區的敖峰山景觀平台 不僅有180度的環繞視野 還可俯瞰高美濕地等 台中海岸線地區的美景 吸引不少民眾前往朝聖 成為熱門景點 很少能看到像這麼遠觀 可以看到那麼遠的地方 因為剛好是一個山景 那車友都是互相這樣介紹這個地方 由交通部觀光局和台中市政府 共同出資一千八百多萬元 打造的敖峰山景觀平台 可同時容納一千兩百人 今年六月完成驗收後 並取得使用執照 未來將規劃行動咖啡車 讓民眾徜徉在咖啡廂中享受美景 雄水的時候來考 我不認為 市政府也將在今年底前增設步道 監視器和照明設備 希望結合鄰近的觀光景點 帶動地方人潮 聯合鮑魚採營台中報導 聯合鮑魚採營台中報導 期間的資料 提供給人潮 利用